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好像那種古代原始的那種象星文字 還蠻酷的 不好意思,我有見識淺薄 大家好,我是網狗 經過了前面一連串的都市傳說 我是很熱在集中 只是... 真的一個字 累 身心靈煎熬 那所以呢 打算休息個一天 來看看我家到底有沒有貴 那我從網路上跟網友提供 收集了五種方法 那這五種方法呢 都是今天做 然後明天才能驗收成果的 所以等一下我會把這五種方法一次進行 然後明天一次驗收 第一種方法呢 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 用我們的豆腐 壓名字 放在房間的四個角落 那只要名字被動過 那就表示有貴 第二種方法呢 它也是在房間的四個角落 它是各放一杯水 如果水變得混濁 或者是水被喝過 那就表示有貴 第三種方法呢 是我會在我房間的地板撒石灰 石灰有被踩過的痕跡的話 那也表示有貴 第四種方法是網友提供的 你在不設鬧鐘的前提下 為什麼我要說 你明天想要幾點起床 就會那個時間起來 一般我差不多都 八九點十點之後才起床 那我想要對我要說一個 我平常不可能起來的時間 差不多是清晨五點 看我真的會不會在那個時間自己起床 第五種方法呢 你起床後 不要呼吸 直接走到客廳 看客廳有沒有綠光閃過去 如果有閃過去的話 就表示有鬼 好了 時間也晚了 就趕快去進行這些 驗證鬼的方法吧 講真的我好期待啊 我現在在我上次玩三個國王這一間 我想要把名子豆腐設置在這一間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東西 好 來吧 第一個角落 第二個角落 第二個角落 桌角擋住耶 放這裡 第二個角落 第三個角落 第三個角落 第四個角落 OK OK 第四個角落 大家記得這裡嗎 我上次玩血清馬力 所以 蠻燭掉下來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想要把水放在這間之後 四個角落 我把它倒到 紅線飆出 對 我每一杯水都是 第一個角 第二個角 OK 第三個角 這個門 它其實是不會弄到的 其實是OK的 然後第四個角是這裡 這裡 啊 好 那麵來驗說 我打算 就殺在我的房間 因為我的房間是不會有人經過的 只有我 這個是我最不想做的 因為 會把地板弄好髒 OK 那我現在弄得差不多平了 它真的沒有辦法弄到全平 應該我技術不夠好 那我現在 拍照 拍下來 然後明天比對看看 有沒有差異 OK 明天看 好 現在在另外一間房間睡 因為我那一間有放十回 那我覺得 那裡不要有人比較好 我現在要跟娃娃說 請她叫霧點起來了 麻煩你請你明天叫我 清晨霧點的時候起來 恩 謝謝 要看我明天 清晨霧點的時候會起來 我明天睡起來之後 憋住呼吸 然後去外面看有沒有光 明天我有事 那我就會出去 晚上才回來 回來的時候 再檢查 所有東西的結果這樣子 好好去關燈了 好 玩 我現在 要回家了 現在晚上11點左右 等下到家我就直接來 開始驗證物的方法 OK Go 我們來看看那個 豆腐 有沒有被移動過 先看第一個腳 看來是好端端的 再來看第二個腳 看來是好端端的 再來看第三個腳 看來是好端端的 看第四個腳 看起來是好端端的 明子豆腐看了應該是沒事 那我們現在去看水杯吧 第一個水杯 看看水有沒有減少會變混濁 完全沒有很正常 水倒掉 第二個水杯 看來是沒有很正常 好 倒掉 第三個水杯 也很正常 倒掉 第四個水杯 有沒有減少會變混濁呢 也很正常 好 掉掉 OK 那看完水杯了 那我們來看石灰吧 Go 石灰是在我房間 等 他看起來好像沒有差別耶 我先拍個照 等下再比對 那看完石灰了 我們就來看 早上的錄像吧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幾點 剛起床 我睡太晚了吧 哇 完全沒有用 它沒有綠光啊 我睡得很久 別聽說 我睡得很久 有才會 我們就先拍照 觀眾朋友 請說 來看 瓶 我 你在 你在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